能夠幫助讓我們有這樣的機會學習 至於我們要珍惜這些這樣的機會 因為我們知道有時候在不經不覺的裏面 在我們不知道的時候的裏面 事情就發生了 我們沒有任何機會去改變 只是我們學習 我們珍惜眼前 也珍惜我們現在擁有的一切 也珍惜這個有自由的一個環境 能夠相信 能夠追隨 能夠學無 在主的這個華語的時候 我們多謝讚美主 當這個門被打開 這個福音的門繼續打開的時候 主要我們感恩 求主幫助 祝福以下的時間 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Amen 我沒有跟我們的Lessons 因為有些我覺得是很simple 或者我們沒有什麼需要強調的 那我就不想 上個星期我們講了 我沒有跟上個星期的 那現在我們講另外一份 你不要理會那個Lessons 不要理會那個Lessons 不要理會那個Lessons 你只需要看那個topic就行了 topic 今天我們講的呢 就是怎樣成為一個和解的人 調和的人 調和的人 是在這個社會裡面其實很需要的 是必需要的 因為耶穌基督來 他其中一個身份 耶穌來到這個世界 其中一個身份 他的名稱叫做和平之君 和平之君 He is the prince of peace 和平之君 我真是希望世界這些君王 個個都好像耶穌那樣 做一個和平之君 那世界就太平 那他們每一個人都開心 百姓又輕鬆 那些君王 用彼此之間 各與各之間不和睦 或者是成與成之間不和睦的時候 帶給我們的就是那些平民百姓的辛苦 平民百姓的辛苦 比如說你幾年前那裡不打仗 其他地方也都不打仗 那現在中國美國兩個不要你爭我爭 各公說公有你婆說婆有你 兩個之間其實都是互相之間想做大哥而已 坦白說兩個你想做大哥 我想做大哥 在哪裏可以做大哥 那現在變成了一分二 現在差不多算來差不多一分二 中東亞洲那邊 我很多現在開始用人民幣來做貿易 人民幣貿易 那在貿易之中 人民幣就會強迫 那美國原本是世界貿易 是用美金的 那現在美金就越來越有衝擊了 衝擊是因為當世界不再單靠 美金來做貿易的時候 那你就發覺到美金就不再這麼被需要了 它不再這麼被需要的時候 也都在貿易之中 美金就越來越沒有這麼大的價值了 美金之所以這麼多年都可以這麼通用 那麼什麼是因為這個貿易 去到哪裏世界都是用它的美金來交易 美金去到哪裏都可以通用 那現在經過一個時期 那中東那些不跟 那俄羅斯那些不跟 那中國不跟 那亞洲有幾個城市也不跟 那這樣慢慢慢慢 就已經削弱了 美國 在世界的地位 所以 君王之間沒有這個和睦 百姓仇苦 當我們眼睛看得見世界 我們眼睛看得見上面 看得見上面 那我們眼睛也要看見自己 看見自己的家庭 看見自己在教會 看見自己在城市裏面 在工作的場所 我們是否扮演一個和平之君的角色 我們或者無法稱為一個和平之君 但至少我們可以稱為一個和解人 永遠不要成為別人的敵人 永遠不要 人家可以跟你爭執 人家可以跟你爭執 人家可以敵對你 這些是你沒有辦法阻止的 你沒有辦法阻止人家敵對你 你沒有辦法阻止人家歧視你 沒有辦法阻止人家看不起你 或者不喜歡你 或者不想跟你什麼 跟你有太多的關係 但是你可以阻止自己 你可以阻止自己 不去跟別人爭論 不去跟別人爭奪 也不去跟別人有任何不和的情況 我們自己做好自己的角色 世界是沒有辦法阻止的 有時候 有些事情他們沒有辦法阻止 所以和平不是一個奇蹟 It's not just a flag 不是一個奇蹟 即是一個國旗 我們說和平 很多你看那些遊行者 拿個旗 什麼顏色的旗都好 打著國旗 打著旗說 我們要和平 我們要和平 但是最後帶來的是什麼 更多的困聯 更多的紛爭 更多的分裂 有些是好的 有些是為正義爭取 那些都沒有所謂 但是有些是很無遺的 有些是很無遺的 有時候我們很難說 很難說 到底我們應該支持不支持 這些打著和平的奇蹟 要推動這個武武的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真的很難說 很難說 你說完全不做 這樣有時候可能 城市裡面的問題 國家裡面的問題 也不改變的 一點也不會有機會的 好似中國 上一陣子 當那個疫情 人家個個都差不多開放了 它那裡還禁禁禁禁禁禁禁 禁到裡面 直到中國裡面的人犯 你想想 中國裡面的人犯 你就知道 那種內在裡面 裡面那種的隱憶了多長的時期的 那種的情緒能夠爆發在這個環境裡面爆發 你就可以想像人的情緒是多麼激動的裡面 所以直到敵兜他們真的願意站起來 為自己的自由爭取 你沒看過我有生意令我沒看過 在中國裡面 在中國裡面你沒看見有這樣的事情可以發生 但是也可以說因為他們起始爭取 那他們得到自由 得到自由 疫情的禁制令 可以到今天可以說是差不多完全開放 所以你說到底這些爭取是好或者不好 我覺得仍然要靠自己去討告 很暴雷 很兇殘 什麼事件都可以發生 不過感謝主也都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那今天我們可以回中國 可以入境 是一個好事 所以和平不是一個奇蹟來的 是真的是活出來的 是活出來的 當然當我們說這些各與各之間的 這些城市裡面的這個和平 更加不用說了 有時爭取未必爭取得到 但是我們要爭取更加重要的是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家庭的和平 我都不是說不爭的 以前年輕的時候都會 但是後來讓我想通了那一點 後來我想通了那一點 就是如果你為了爭論 為了彼此之間那種的觀念各方面的不同 而進入那個爭論 惡性的爭論下 我不是說分辨是不好 我不是說不得分辨 是應該要分辨的 應當分辨的時候 要毫無膽缺的分辨 但是就是不應該的是什麼呢 不應該的是進入一些惡性循環的爭辯 你聽著我說的意思 爭辯分辨是應該的 因為如果你不分辨 你不說所有的東西 你遲早有一天會爆發而已 而且如果你不說你不分辨 那很多時候很多誤會 或者永遠都沒有辦法解開 或者有一些情緒在谷在裡面 谷在裡面 谷在裡面的時候 他無法發釋出來 他長期壓抑 對自己的身體也不好 也沒有辦法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 彼此之間的形式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 有時爭吵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對他之間有了解更多 對他人的疲性 各個方面也有更多的了解 當你講一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你發覺你之前都沒有想到 我沒有看見 其實有時爭論未必是不好的 分辨未必是不好的 分辨未必是不好的 我開始學習到什麼呢 我開始說以前都是爭論比較多些 彼此之間的意見等等 會爭論多些 後來我認識了一個道理 一個真理 那個真理就是 如果爭論會毀滅你自己的家庭 如果爭論分辨會進入到一個毀滅自己家庭 和婚姓的一個地步 你自己衡量的價值 你自己衡量的價值 值得或者不值得 值得或者不值得 當我自己很細心地去衡量之後 我覺得不值得 因為你很努力 你很努力的生活 你很努力的是 搞彼此之間的關係 你很努力的是建立你自己的家庭 我建立你自己的婚姻 你努力了這麼多年 從你結婚開始 形式開始 你不停的努力的建立 那個彼此之間的關係 因為一爺之間 或者一次的爭辯 或者一次的爭吵 而毀滅了你自己的婚姻 自己的家庭值不值得 以至於你之前所建立的 所建造的 那麼多的勞苦 那麼多的勞碌 那麼多的忍耐 那麼多的各種各樣的付出 你就這樣白白飄水了 沒有了 值不值得 當我想通了這一點之後 我不再進入一個這樣的階段 我不給我自己 不是我不想 是我不給我自己 進入一個這樣的階段 一到了我感覺到 那個奧述 已經提升 提升 提升的時候 我就停了 我就想辦法停了 想辦法停了 不讓他進入 那個惡性順魂 惡性順魂 它是一種 一種的習慣來的 我發覺到 一個惡性順魂 會帶你進入一個 一個習慣 因為你已經習慣了 一開口就是這樣 你心裡的情緒已經 已經習慣了這樣 變成你一開口 你沒有好的義氣 你沒有好的義氣 就變成了一種的生活習慣 一種的品行 變成了你的品格 你原本的品格 或者不是這樣的 任何一個女人 女孩子還沒結婚之前 男人還沒結婚之前 我相信他都不是這麼偏激的 就是沒有一個程度上說 他的性情 他的品行 都不會這麼偏激的 但是就是婚姻的裡面 家庭的裡面 很多時候 因著彼此之間的意見不同 看法不同 各個方面的生活上的不同 而激動了彼此之間的品格的改變 情緒改變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生活上是沒有辦法的 情緒被激動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如果一個情緒的激動 漸漸漸漸變成了一個的習慣 再漸漸漸漸變成了你的性格 那就不值得了 那就不值得了 我看到有一些 他們變成了一個怨婦 開口賣口就是埋怨 埋怨 埋怨 那你一生就活在一個埋怨的裡面 你自己不開心 你身邊的人也都不會開心 不值得 那我的一生活著為了什麼呢 如果是這樣說 活著為了什麼 這麼辛苦 這麼牢牢 活著為了什麼 如果是日日活在這個怨恨的裡面 這樣的心態的裡面 這樣的心情的裡面 不值得 因為人的一生真的很短 非常的短 人的一生很快的 真的很快很快 一眨眼而已 就像聖經說 當你想通了這一點的時候 你自己看值得不值得 你不值得的話 你自己就會做一些改變 自己立定一個心智 我亦都發覺到 在這些情況裡面 你自己的心智 你自己的決定 你自己的決定很重要 你一立定心智 說我要過一個這樣的生活 你就會無言之中 在你裡面就有一個強大的力量 它不是說完全有能力 但是最少它裡面 有加大了一個很大的力量 在你裡面 給你更有力量去面對 你要面對的 就是因為那個決定 當你立了個決定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的改變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的改變 所以成為一個和解人 不要給你的品格 欣著你的生活 欣著你的關係 而改變 變成一個不再是你自己 很多女人失去自己 結就婚之後失去了自己 不再是自己 很多男人 丈夫 也都失去了自己 不再是自己 曾經的你 曾經的你是活潑 開朗 喜樂 自由 開心 輕鬆 很滿足 曾經的你 是這樣的一個人 溫柔 體貼 有關注人的心 愛回人的心 曾經的你 如果是這樣 如果現在的你是冷漠 冷漠 封閉 不願意 不願意接觸人 不願意溝通 不願意闖開自己 也不願意參與彼此 也不再快樂 孤獨 孤單 如果曾經的你是這樣的你 那是什麼漸漸漸漸造成你 變成今天的你呢 如果我們單單 blame 那個環境 blame 那個環境 其實是不正確的 單單是埋怨我們自己的現生家庭 同樣的現生家庭 也不少 但是仍然有做出這麼多 這麼積極 這麼好 這麼上進 這麼什麼的人 為什麼我們不會呢? 所以當我們問我們自己的問題的時候 曾經的我 是一個怎樣的我 不要微失自己 我發現到人到了中年上之後 漸漸漸漸會覺得有多少微失的 我察覺到很多個夫婦 一到了中老年的期間 中老年的期間 四十歲 六十歲之間 又開始做一個 有些可能逐四十多歲 有些可能五十多歲開始 他進入一個微失的階段 所以說 他會開始尋找失落的自己 失落的自己 我討告上帝去幫助我們 每一個人找回失落的自己 失棄了自己 因為在環境裡面 漸漸漸漸漸失棄了自己 在關係裡面漸漸漸漸失棄了自己 你不再是你 找回自己 找回那個曾經的你 因為曾經的你 是吸引彼此的那個人 你記得一點 曾經的你 你之所以兩個人進入一定的感情 一定的關係 或者是一家人能夠活在一起 曾經的你 是因為彼此之間有一個吸引力的 那腿子之間的吸引力出於哪裏 想起自己曾經的你 是怎樣的 那現在為什麼 如果當中有這樣的情況 現在為什麼沒有這樣的吸引力呢 沒有這樣的一個什麼呢 那可能你的品格上 今天我們講基督徒的品格 有可能你的品格上 不再是自己習慣性的問題了 已經是那些惡性的神魂 變成了一個品格 在做一個行為了 原本你不是很容易發脾氣的人 比如說 這個不是你的品格 你的品格是溫柔的 你的品格是忍耐的 有節制的 你的品格是可以reason的 可以什麼的 但是現在的你 很易怒 很暴躁 很容易苦毒 很容易埋怨 很容易情緒化 那如果這個理 不是典期性的 一段時間性的 而是長期性 已經不知多少年你已經是這樣的 已經不知多少年 你已經漸漸漸變成了一個人了 意思是說 你的品格已經因著你的生活 你的環境 改變了你的品格了 改變了你的品格 那你要找回那個好的那個品格 曾經的你的那個品格 因為那個是最吸引人的那個你 是最吸引人的那個你 人複製和其他事務取代和平 我們看到世界很多 用盡各種改革方法 想製造和平 那些佛教徒和打坐的那些人 你知不知道一個叫meditations 那些印度人很喜歡的 meditations 原本是法治的印度人 很喜歡坐著打坐 但是現在漸漸漸漸漸 我發覺到連西方國家的西人 很多都很喜歡這個靜修打坐 靜修打坐 這些這樣的宗教的儀式 這個靜修打坐的儀式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的內心能夠帶給他一個平靜的容盒 即是說他倒空自己 什麼都不是想的 他亂想的心很亂 每天起床打開眼 心裡面沒有平靜 裡面就是一大堆的事務 一大堆的麻煩 一大堆的不開心 所以他打坐在靜修的時候 他就倒空自己 倒空自己的時候就不想 什麼都不想 然後到達了什麼 空的境界 這個境界很危險的 非常非常危險的 他們甚至可以打坐到 我們在這個區域的時候 那些印度人可以打坐到一個境界 空了之後他人可以飄上來 是真實的故事 真實的事情 我曾經剛剛到達的時候 我也是為了認識人 我去讀一些English courses 為了認識人 剛剛到達的時候不認識人 想接觸當地的各種各樣的環境 和事情 跟其中一個西人聊天 因為他坐在那邊 聊天聊天聊天的時候 這個西人他不是本地西人 可能是荷蘭那裡過來的 我都不知道忘記了他哪裡過來 或者是Europe那裡 那些地方可能是說Spanish 或者是說荷蘭話 或者是說其他的話那些 所以他也來學英文 那他就說他現在 他現在都進入 practice 這個 他講他practice 這個之後 他講得很好 他講得很好 然後他跟我分享他的見證 為什麼我講 如果一個人靜修 我們聖經講的靜脈 和靜修是不同的 靜脈是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仍然是充實的 你的思想仍然是存在的 你的心智各方面仍然存在的 你的心智各方面仍然存在的 是活躍著的 但是只不過是你安靜下來 去思考 去聆聽 靜脈 在神經面前的靜脈 是你停下來 從你忙碌 你也有太多想法 太多活動 你停頓下來 你給自己一個 靜靜思考的時間 靜靜聆聽的時間 可以聽到上帝說話 聽到自己內部 內心裡面一些的聲音 當你靜脈下來的時候 你也會聽到你自己內心裡面 一些真正的心聲 真正的你自己所尋求 追求的是什麼 但是這些靜脈是不同的 這些靜脈是完全是空的 什麼都不想的 什麼都沒有 完全好像活在另一個空間 他們差不多好像活在另一個空間 為什麼我說這個是很危險的 因為馬太福音師有說到 記不記得嗎 記不記得馬太福音師裡面 有說到有一個故事 耶穌說的 我們要入一個家裡 要搶跌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要捆綁個壯士 你不捆綁個壯士 你是沒有辦法奪取 這個裡面那些東西 然後他講到 講下去的時候他講到 你說有一個人 曾經有很多 那些烏鬼在他裡面 管了出去之後 那個烏鬼被管了出去之後 他清潔了自己 但是他沒有被其他那些東西充實 然後那些烏鬼出去之後 又來又去 再次不停的尋找 尋找到裡面 發覺到這裡還是空的 這裡還是空的 最後他帶更多 你會帶多七個的靈 再回來 住宅 住住在你裡面 那個故事 講明什麼呢 講明一個人的心 那個人的思想 是不可以 空到一個地步 什麼都沒有 因為聖經說 耶穌基督來 是要給人封聖的生命 耶穌基督來 是要給人封聖的生命 就是我們裡面是豐富的 裡面是很多東西的 你覺得裡面所有的東西已經被挖掘出來嗎 所有的你 整個的你 完全的你 是不是全部已經被挖掘出來呢 或者你在裡面 你知道 你還有很多的東西還沒有被 還沒有被 被發掘 還沒有被 怎麼說 被建築 或者被培連出來 你想想 你覺得你真正的你 在你裡面 你在工作的裡面 在你的生活的裡面 在為人次數的裡面 在你的能力裡面 你是不是已經發揮到臨力正盡 或者 你覺得你還有很多 I still got so much to give so much to give 你覺得你其實還有很多很多東西 是可以避免去的 still沒有機會避免去的 我不知道你了 我不知道你 但我覺得我自己還有很多很多東西 我裡面還有很多很多 so full so full of so many things so full of knowledge so full of wisdom 將很充滿神的那種智慧 知識 裡面有很多 很多的知識 很多很多各種各種的 那些東西 那些的認知 很多很多 就是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人 你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被發揮出來 有些地方未必有這樣的機會 或者都不適當 所以沒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我們人的裡面應該是充實的 是 full of 雖然有時候會空虛 但是不是空的 空虛是一種感覺 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感覺 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感覺 但是空呢 是一個實際上裡面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東西佔據 沒有任何的東西佔據 甚至乎 講到直白的 直白的 你到了那個地步 對人生沒有盼望 沒有任何的 希望 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想 是極之的消極的 這樣的一個空 是很危險的 因為瑞士受敵 可以用任何的方法 可以佔據你的心 任何的東西 因為它利是要來奪 要來奪 要來奪取 要來毀壞 瑞士可以進入的 所以我們裡面是豐富的 是充實的 是滿滿的 滿滿上帝的愛 滿滿上帝的 給我們的一切 是滿滿的 有沒有人試過 接觸這些宗教 不同的宗教的人呢 你有沒有朋友 在當中有沒有人有朋友 有這樣的朋友 靜坐 打坐 這裏三藩市 我看就應該沒有幾多 三藩市應該不普遍 但是溫哥說 現在是很普遍的 因為很多印度人 而印度人他們很強的影響 兩個種族 他們是一個怎麼說呢 他是大種族的種人 他去到哪裏他們都會聚在一起 一個菲律賓人 一個印度人 他們去到哪裏 他們都會找回自己一個種族聚在一起 所以印度人他們是這麼強大的 他們一到了任何一個國家 哇 他們一到了節日的時候 整條街 整條街都去封路 會給他們 所以他們的人數很厲害 他們的齊心 連結 那種種族意識 是很強的 中國人你看不見 你不會看到 去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所有中國人聚在一起 全部中國人聚在一起 不好的 但是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那些菲律賓人 那些印度人 去到任何一個國家 他們會聚在一起 你在香港 香港有一條街 哇 你一到一周末的時候 整條街都坐滿了那些菲律賓人 你在其他地方 你看 他一定有一個地方 是他們所聚的地方 所以 靠這些方法是不行的 接受人為和平的結果 接受人為和平的結果 接受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到這個 保持自己 接受 和保守神愛的一個規律 一個規律 就是我講過一個cycle 一個循環 一個循環 一個規律 這些是一個規律 我人生裏面 我們人生裏面 很多生活上的東西 是一個規律 比如說 你每天做事 定時差不多 你就會起床 定時差不多 你吃早餐 定時差不多 你出去上班 定時差不多 你睡覺 這些是一種規律 人生裏面 人生裏面 不可能 脫離這個規律 因為這個世界 以宙萬物 都是靠著一個規律 規律 而轉動 如果世界以宙 如果沒有了一個規律 那個規律 散了 這個規律 這個規律 就完成了 完成了 所以整個 以宙的循環 是按照它的規律 而行 各大行星 是按照它的規律 而行 所有的銀星 銀河星 所有的 以宙萬物 按照它的規律 而行 晚上會天黑 日頭會天亮 什麼時間大概會下雨 什麼時間大概會出太陽 這些規律是不變的 以宙萬物 沒有了規律 沒有辦法繼續 沒有辦法繼續 人的生命 沒有了規律 也沒有辦法繼續 所以規律不是壞的 是好的 只是有些的規律不好的 我們就要破壞它 我們就不可以讓它存在 而建立一些好的規律 一些好的規律 那麼基督道的品行 很重要的一點是什麼呢 要用靈眼器 去看待事物 就是說 不是用世俗的眼光 去看世界的東西 看世界的人 或者看他們身邊的人 是用熟靈的眼睛 什麼意思 就是好像聖經怎麼說來看 聖經怎麼說 我們應該怎麼看人 聖經怎麼說 我們應該怎麼對待我們身邊的人 聖經怎麼說 我們的行為應該怎樣 聖經怎麼說 我們看人的時候 應該帶著什麼眼光去看 是帶著一個看不起人的眼光 或者帶著一個有色的眼光 或者帶著一個先入為主的一個主觀的眼光 去認識人 先入為主的是有時候很危險 很危險 因為你未認識 未精精識識有機會 去認識這個人 和你接交 花時間去認識他 你就憑你一次的接觸 你就定了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這個是不準確的 不準確 有些人表面上冷冰冰 但其實他是一個很溫領的人 只不過他不是一個在社交上很容易指動月情的人 他可能是那種被動的人 即是說你接觸他的時候 當你能夠得著他的信任 他是一個很溫領的人 所以你不要單憑自己主觀的眼光去認定一個人 給一個人時間去認識那個人 你會發現在他這個人的身上 都有很多你未知道可取的地方 很多可取的地方 很多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很多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可以給我們自己尷尬的地方 認識的地方 所以給時間 給時間 一零半載 你很難認識一個人 你通過了兩三年的時間 經歷過一些服侍 一起出門 玩 吃 各種各的東西 包括衝突 或者磨擦 之後 你只可以說你認識這個人 你只可以說你認識這個人 如果你沒有跟他有任何衝突的時候 你根本還不知道這個人的品格 衝突之中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品格在哪裡 所以認識一個人 你除了兩個人在一起 兩個人在一起之後 因為在一起的時候就有磨擦 有磨擦 就可以看到那個人的品格 所以基督徒的品格 要以熟人的眼來看待事物 看人 這些聖經裡面講的樣子 我們不需要看了 要有一個寬恕 一個寬恕的心 寬恕是釋放你自己 很多人以為搖延人是釋放人家 其實不是 搖延人是釋放你自己 因為你搖延人之後 你的心境就開朗了 你的心境就放下了 你就不再怨恨了 你裡面是起落了 所以其實搖延人 雖然是搖延人是對方 但是真真正正釋放的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被釋放 如果你不搖延人 你帶著哈佛 所有那些苦毒 那些怨恨 你裡面被捆綁 你自己被捆綁 不是對方被捆綁 對方甚至乎都不知道你在生氣 都不知道你在怨恨著他 或者不喜歡著他 他都不知道 是你在這裡不開心 人家說或者未必 所以要恨恨人 寬恨人其實是釋放你自己 是你自己的得著 是你自己的福氣 不只是對方的福氣 所以基督的品行要恨是很重要的 無論人怎麼得罪你 無論人怎麼不公義 或者對待你 或者你在那個淵屈裡面 要恨人其實是給你自己喜樂 是給你自己喜樂 因為我們在聖經都是這樣做 我們來看看這裡 接受神的平安的效果 接受神的平安的效果 就可以 當你接受到神給你的平安 你可以帶著一個和平的心 當你領受到The Peace of God You are able to live peacefully with others 英文的講解 當你接受到上帝給你裡面那種和平 你來心的世界是peaceful的和平的 那你可以帶著你的和平 去接觸其他人 裡面那種的平靜 去接觸其他人 和解 和解人 以靈眼體待事務的時候 就是對人 對罪人 你有積極的態度 你不是消極的氣面對他 OK 遙恕的觀念是神的工具 這些我們不用理會了 OK 我們來看看 當一個人不遙恕的時候 心存厭恨的時候 帶給我們的是什麼呢 身體的疾病 身體的問題 疾病 情緒的問題 心力膠脆 使得你真是 裡面日夜被驚惱 就是掙扎 苦怒 然後你的思想很沮喪 你的靈會怎麼樣 你的靈會失去愛人的能力 也都是愛神的能力 會失去那個愛的 長期這樣下去 然後越來越加深 會越來越加深 所以做一個調和的人 做一個調和的人 make peace make peace reason 就是說 辯護 可以為自己辯護 可以為自己身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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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為自己辯護 但是 不可以讓自己苦毒 不可以讓自己怨恨 不可以讓自己 處在一個長期性 消極的一個情緒裡面 封閉 一個心態的裡面 這樣就是不健康的 這樣就是不健康的 記得 曾經的你 曾經的你 是怎樣的 曾經的你是怎樣的 十零歲的時候 二十零歲的時候 那個你 未進入一定關係之前 的你是怎樣的 那個是真實的你 那個是真實的你 當你進入一個關係的時候 很多時候 因為 為了一個關係 為了一個關係的維持 你放下了自我 放下自己是對的 你不放下自己 你沒有辦法 一起 但是放下了自我 自己的self identity 那就不行了 你沒有了 identity 你沒有了價值 你在一個家庭裡面 你沒有了價值 你在一個家庭 存在一個家庭裡面 你沒有了一個價值的時候 你在一個家庭裡面 你很加勁 很加勁 生存下去 很加勁 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價值 就是這樣 給人家 給人家 重視 那種的價值 每一個人都需要 每一個人都需要 其次之間 如果互相 重視 彼此 看到對方的價值 那麼對方的價值 就會越來越被 建立上來 越來越被建立上來 自己也會越來 看到自己的價值是什麼 如果我今天問你這個問題 你覺得自己的價值是什麼 你覺得自己的價值是什麼 有些人覺得自己是賺錢的那個 你覺得自己的價值是什麼